我活活生 造这个无逆十无罪 临终忏悔 念佛往生 他真往生 所以我们都 二摄世王经 这就是佛说二摄世王这个故事 那在我们想起来 造那么重的罪业 应该是下贫下身 可是没有想到 佛在经上给我们介绍的 上贫中身 这个我们怎么想都想不透了 于是才晓得 这个忏悔往生 我们不能侵蚀 说不定造罪业的人 临终忏悔去往生 像二摄世王这样的 平位超过我们 我们往生可能没有办法到上贫 那中贫下贫我们就觉得很满意 很不错了 上贫中身 说明往生是有两条路 一个就是我们普通正常的 这个心发菩提心一项专念 一个是临终忏悔 临终忏悔 发愿 神念一念往生 千万不要以为 那个神念一念的时候 那个功德 他那个功德特别殊胜 心特别猛利 是我们一般人的时候比不上的 发心无比的猛利 一下就能够把他的无量界的那个物业 统统改变过来 这给我们一个很好的启示 让我们不敢轻慢造作罪业的人 你不要恰不起他 你不可以侵蚀他 为什么 说不定他临终 一下搞个忏悔往生的时候 到极乐世界 品位比我们高 我们还不如他 所以这个事情 在发心的勇猛 发心的真切 真的回头了 那么这一桩事情 不能不知道 往生传里头 这些例子很多 临终忏悔 念佛得生 那么像观经 夏三平 这个无人临终忏悔往生 那就是他忏悔的恋 没有阿摄世王那样的勇猛 没有那样的真切 同样是忏悔往生 不一样 忏悔往生的大多数 是在夏三平 但是也有少数的到上辈 上辈上辈 都有 这个是我们要明白这些道理 那么当然 这些四世真相 我们细心想想 与过去世的善根 因缘 一定有非常密切关系 过去生生世世 这些道理 他说 为什么造业呢 这一世当中没有遇到善愿 愿 也很重要 没有能清净到善之时 他所遇到善之时 他所遇到善之时 在他的身边常常教导他 这个五语六成明文里 总是用这些东西迷惑他 是这么一个原因 这些四 如果不识 常常读经 世尊常说的 要常读 要理解 而且深解义去 我们才能够明了 才不至于有疑惑 为什么呢 疑 能长到 如果对这些事情产生疑问 你对尽忠 信心就达这口 信心一达这口 就不能往这儿了 所以这个关系很大了 廉池大师 他老人家讲得很好 说十卧不方宗善 一个人 年轻时候走 中年走 老年的时候 后悔 来信善来得及 他还是善人 只要他回头 所以甚至于像阿瑟士王 临终的时候才回头 才知道忏悔 但是来得及 只要这一口气 没有断 卧人 我们把这个道理讲清楚 讲明白 他要豁然局务了 回头向善了 都能往这儿 所以不可以说 这个人作物多端 林宗师算了 不要去理他了 错了 你林宗师还是帮助他足念 还是常常劝他 提醒他 他一念回头 你帮助一个人 脱离六道轮回 成佛去了 无量功德了 世间任何好事 都不能跟这个好事相比 你能送一个人 保送一个人 做佛去了 你一生当中 有这么个机会 保送个几个 好 你自己将来往生 就没有问题 他们什么 知恩报恩 到林宗师的时候 他一定跟阿弥陀佛说 我们能到极乐世界 都是他帮忙的 现在我们 他拉到阿弥陀佛 赶快去建议 这人是常情嘛 确实是这个事情 所以我们要悦心 不嫌弃人走 到他临命中的时候 我们要全心全意地去帮助他 去成就他 只要我们自己的心真诚 真诚心就有感应 真定能帮助他 好 今天呢 我们时间到了 就将来 好 好 好 中文字幕——YK 中文字幕——YK